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连柳明本体也被笼罩在里面 柳明目光一闪 青色男子的这个法相颇为不凡 三头六臂的外形有些类似于中天大陆佛门功法中的金刚法相 不过佛门的法相都是金色 而眼前的这个青色的却实在是有些古怪 想归一想 他手中动作丝毫不慢 口中念念有词 周身土黄色光芒一闪 浮现出了十二颗山河珠 他身前的三颗山河珠一阵土黄色精芒流转 一闪的划为了三座百丈的山峰挡在面前 无数剑影刀芒纷纷轰击在上面 将三座山峰打得轰轰震响 柳明口中有念咒语 单手一挥 他身旁的其他九颗山河珠一个摸骨 绕了一个弯子 带着大片土黄色牙光 朝着青袍男子积射而去 青袍男子没有想到 柳明在此等情况之下 还能游刃有余地发动反攻 脸色一变 一抖手中的那条青色锁链 身前就浮现出了一道道满口粗的青色链影 朝着山河珠的方向积射而去 同时他另一只手中光芒一闪 凭空出现了一柄通体赤红色 沾满尖力道次的战锤 木然向前方虚空一抛而去 一声轰鸣 一只硕打无比的赤红色锤影浮现而出 飞旋着往前方砸去 锁链锤影带着恐怖的声势 轰击在了九颗山河珠之上 刹那间 地动山摇般的巨像传来 青 红 黄 三色光芒汇聚交织在了半空 剧烈的波动朝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使得周围被矮白雪所覆盖的山头 顷刻之间化为了鸡粉 就在此刻 青袍男子身后虚空一闪 柳铭的身影 鬼魅般地浮现而出 手中握着一条青色长边 正是笋膜边 柳铭手臂一抖 一股法则之力 瞬间从笋膜边上击射而出 化为一道轻蒙蒙的边影 一闪过后 从后面卷向了青袍男子的身体 青袍男子的护体光芒在笋膜边所画的边影面前 仿佛纸壶一样被轻易撕裂 青光在一闪过后 立刻卷住了青袍男子的身体 青袍男子疯狂的双目中 终于闪过了一丝骇然之色 缠在他身上的青色长边 骤然收紧 霹里啪啦的一连串的脆响从青袍男子身上传出 他的全身骨头不知被压断了多少根 口中鲜血狂喷 他受此重创 手中的青色锁链和战锤法宝 顿时光芒暗淡了下来 九颗山河珠趁机压垮了两件法宝的攻击 轰然砸下 土黄色的光芒将青袍男子淹没在里面 一阵轰轰的巨响过后 柳明一挥手 收回了山河珠和笋膜 青袍男子的尸体此刻已经遮掩破碎 只剩下一堆残躯 早已经没有了气息 半空中的青色法像也随着青袍男子死去 立刻溃散开来 柳明灰手召回了青白两色法像 脸色略微有些苍白 但掩盖不住梅雨间的喜悦兴奋之情 那青袍男子法像奇特 在通玄大能之中也绝非弱者 但是在他诸多手段配合损磨边的攻势下 虽然消耗了不少法力 仍是以雷霆之势将之击杀 但以实力来看 他已经完全进入通玄的层次 柳明摇了头 压下心中的兴奋 暗自告诫自己不可自满 青袍男子的尸体上光芒一闪 冒出了一团硕大的白色光球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其中蕴含的精气 远远胜过他之前击杀的几头天象妖物 柳明见此挥手发出一股黑光 缠绕住白色光球 熟练地将之拉扯进入他的体内 白色光球方一进入体内 球龙气泡立刻浮现而出 并发出一股犀利 将光球吸了进去 半闪过后 一股庞大之极的精纯能量反突而出 一部分融入摩天体内 另一部分融入柳明领海的肉身之内 柳明身上突然浮现出了一阵刺目的黑光 环绕住他的身体 经久不散 他的领海之中 十三恐翘的真白真丹 得到那股精纯能量 立刻长大了许多 散发出幽幽的光芒 表面隐约有黑色符纹萦绕 柳明的神石海中 黑色的原神小人 此刻也在一股精纯的精神力注入后 提表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柳明闭上双目 体内鸣鼓爵全力运转 身上散发出的黑光越来越亮 一刻钟之后 他的身上的光芒才暗淡了下去 睁开了双眼 眼中露出了惊喜之色 吸收了这个通玄修饰的惊气 他的修为可谓是突飞猛进 如今距离天象巅峰 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只要再多吸收一些能量 达到天象境巅峰 几乎是指日可待了 柳明目光一转 看下了青袍男子 丢在一旁的锁链和战锤发宝 挥手将其收了起来 这两件发宝 虽然不是动天发宝 品质都颇为不错 随即他又翻找了一下 古怪的是 这青袍男子的身上 不知为何 并没有储物法器 这让他的心中 不免有些失望 说起来 他现在家底丰厚无比 柳回锋的那个储物法器 他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其中的各种珍宝无数 比他在某游秘境中 得到的宝物还要多 他现在身上各种珍贵材料 法宝 丹药 数不胜数 也不贪图一个通悬修饰的财物 他失望的是 没能够从此人的身上 找到一些线索 来确认自己 如今身在何处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一路飞行 总算在数天后 飞出了这片冰雪之地 随后进入了一片 长满苍天古树的 原始丛林之内 然而 他的这片原始丛林 只待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原因是他在进入原始森林之后 突发奇想 想要试着 从进入的空间边界处 倒退回去 看看是否可以回到之前的 冰雪空间 结果他方一转身 踏入那层透明光幕 眼前白光一闪 伴随着一阵头晕木旋之后 出现在面前的 并不是矮矮的白雪 却是一片 如同太清门 万陵山脉一般的 山月之内 四周天地灵气 同样充裕无比 群山浩渺 微额连绵 还为等其 看清楚周围的环境 这股浩大且诡异的气息 突然锁定了自己 同时前方山月之内 突然腾起了一片 金黄色霞光 将整片山脉 映照的黄光剔透 接着 一股庞然的灵压 纷纷从中冲天而起 使得附近的天地灵气 一阵剧烈翻腾 树声嘹亮的鸣叫声 登记在飞快地 上大的金黄色霞光中 爆发而出 柳明面色大变 想也不想地一摧发觉 身上黑漆一卷 如同剑弩般倒射而出 他虽然没有看清楚 来的是什么东西 但却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气息和灵压 绝对是通玄级别存在 所发出的 他自问 以他如今的实力 可以独自面对通玄境大能 但是还没有自大到 独自挑战 数名通玄境的地步 稍有不慎 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 柳明的直觉告诉他 这次出现的极有可能 是某种禽鸟类的通玄境妖兽 也就是说 若是被缠上 逃跑也会变得十分麻烦 心中念头急转间 他再次进入了 透明光幕之内 下一刻 为等其看清楚眼前的景物 鼻中便嗅到了一股 咸色的海风 柳明神石飞快的一扫 确认周围并没有什么危险后 身上顿光一起 化为了一道黑光 朝前方急速飞去 同时背后荧光一闪 张开一对银色肉液 一口气飞出了千鱼里 他发现后面 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追来后 这才大松的一口气 停在了半空中 收起了背后的银色肉液来 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所在之处 是一片遍布无数岛屿的漆黑大海 这些岛屿 有大有小 奇形怪状 往四面八方 满沿过去 不知尽头 让其颇为惊讶的是 这处空间充斥的是 急阴刺骨的阴气 尤其是这漆黑的海水中 散发出的阴气 竟和九幽冥界 颇为相似 不过 这对于真正 他入过九幽冥界的柳铭而言 并没有任何的不适之处 自己的鸣鼓局 在自己进入这片空间的瞬间 便自行运转起来 随即 他转念一想方才的经历 不禁有些自嘲的一笑 可来 自己根本不需要这么着急逃跑 且不论那些通学 是不是会跟着自己 踏入透明壁障 按照这里的规律 方才即便是追进来 也会被传送至其他的空间的 不过 经过着有惊无险的阴幕 他也证实了一点自己的猜测 他所来到的这个世界 应该包含着许多独立空间 却这些独立空间 并不是固定相连的 只要踏入这些空间的边缘壁障 便会传送到另一个空间之内 只是了解了这些 对于自己如何脱离 没有丝毫帮助 反而为这个神秘的空间 增添了几分诡异的色彩 就在柳明有些郁闷的摇摇头 准备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他体内的摩天神魂 突然微微动弹了一下 缓缓地苏醒过来 摩天前辈 你终于醒了 柳明急忙停下了脚步 惊喜地说道 总算恢复了一点神志 摩天的声音听起来 仍是疲惫无比 似乎随时都会再次昏迷过去 摩天前辈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竟然如此古怪 柳明眉头紧皱 急忙将这些天的经历 和摩天说了一遍 随后出言问道 看来终究还是没能逃脱 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我如今应该已身处在 古魔界之内 摩天文言叛了一口气 沉沿了片刻扣 开口说道 似乎语气有些无奈 古魔界 柳明听闻此话 脸色一动 不知为何 心中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惊讶 因为摩天之前便说过 那只恐怖巨手的主人 是古魔界的一个大能魔人 不对 古魔界怎么会实有灵气 事又充斥着阴气 还有那只巨手把我们抓到这里 到底有何企图 柳明随即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毕竟现在这个地方 和自己想象中的古魔界 实在大行径庭 又连忙出言问道 现在你不要多想这些 你现在身处的环境 对你而言 也可以说是一个机缘 球龙应该是想要助你一臂之力 让你尽快进阶到通悬之境 摩天断断续续地说道 话未说完 他的意识似乎又再次陷入了昏迷 没有了声息 柳明连续叫了几声 没有得到回应后 口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听摩天的口气 似乎还在对他有所隐瞒 不过摩天不说 他一时也没有办法 眼下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他在原地停留了许久 将脑海中的思绪 好好整理了一番后 这才化为一道黑光 几个闪动后 消失在了远处 柳明一直往前 飞行了数个石山后 四周景色竟然始终无变 不过海面上的岛屿 逐渐变得稀疏了起来 便在此刻 远处突然斜飞过来 三团灰白光芒 从中传出了一阵阵 法力波动 彼此似乎正在追逐 厮杀 柳明远远地看到此景 双眉不由得一挑 这三团灰光散发出的灵压 都是天象镜的层次 修为夺在天象后期的巅峰 和柳明相差无几的样子 从远处传来的阵阵 魔气波动来看 似乎是三个魔人 柳明眉头微皱 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泛起一阵清光 人影在半空中消失无踪 那三团光芒速度颇快 转眼间便到了附近 距离近了 柳明看清了那三头魔物的本体 其中两个是身材高大 且头身双脚的男性魔人 还有一个子发披肩的女子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模样 虽然其双目雪红 但是仍然能够看出 此女交好的荣姿 三个魔人彼此厮杀 那个女性魔人 虽然在三人中显得稍弱几分 但凭借其手中的一对紫玉环 倒也没落下风 当柳明目光落在紫发女子身上 仔细打脸几眼后 不由得没少一条 此女隐隐地给她了一丝熟悉之感 似乎在哪里见过一样 对了 赵千颖 柳明身体一阵 她想起来了 这个女性魔人的模样 和赵千颖颇为相似 一头紫色长发更是一模一样 只是对方此刻一脸猙獰凶狠的模样 让其一时没能联想起来 柳明目光有些闪烁 难道这个紫发女魔人 和赵千颖有什么关系吗 就在此时 一个男性魔人的手中黑光一闪 一个宏大的光刃击射而出 在半途一分为三 分别展现了紫发女魔人的脖颈 小腹和大腿 感谢收听 摩天记